一对中国双胞胎弃鹰 分别被两个美国家庭收养的20年之后 兜兜转转还是重逢了 他们的经历 可能是最没有心灵感应的一对双胞胎了吧 然而血终究浓于水 并又再次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却不是为了回国寻亲 神奇的缘起始于一次认错人 2010年的秋天 塞琳娜的高中朋友去了乔治城上大学 在校园里 他看到一个人以为是塞琳娜 就过去打招呼 对方竟然说他认错人了 一脸迷惑的朋友 把这件事告诉了塞琳娜 你们长得实在太像了 塞琳娜听后 哈哈大笑 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直到两年之后 他突然意识到应该知道更多 于是便向朋友打听到那个女孩叫沙拉 塞琳娜开始在脸书上搜索 看到沙拉的主页头像时 他惊呆了 真的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由于隐私设置 塞琳娜没办法加对方好友 便给沙拉发了一条信息 可是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又过了两年 也就是2014年8月 塞琳娜刚从大学毕业 突然竟收到了两年前那条信息的回复 原来当时的那条信息被归类为其他消息 而不是在收件箱 这让沙拉一直没有注意到 联系上的两个女孩通过网上聊天得知 她们都是一岁时从中国江苏省被收养的 并且都是通过同一家美国的代理机构 但她们的生日却不相同 一个是11月一个是12月 一周之后她们相约吃了一顿饭 气氛很是尴尬 在旁人看来两个长得很像的女孩应该是亲戚 但她们看上去又很陌生 的确第一次的相见总是有点怪怪的感觉 好在上的菜都是她们喜欢吃的 出于好奇她们还是去做了低内检测 毫无疑问的 她们就是双胞胎姐妹 两个女孩觉得既有趣又很酷 而她们的父母却比她们自己还要兴奋 慢慢的两个女孩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更像是知心的朋友 而且也都在努力学习中文 他们说 在现代世界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 普通话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语言 有一天我们会回到中国 但不是为了寻找亲生父母 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兴趣 为了了解更多的文化 很高兴我们相遇了 我们既是双胞胎 但又不是彼此的克隆体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